局长我想经过919事件之后 这个影片我想我就直接在这个议事堂上 我就播给我们的警察局以及所有的 一级主管我们大家一起来检视一下 就是针对920之后那一天我们警察局 主北分局所发的新闻稿 稿上面讲说 这个主任检察官李贵芬遇到 这个承抗民众拍打这个车窗 跟围堵他的事件 那我反复看了这样子的影片之后呢 我发现他们并没有去围堵 他们只是看到他的车子一来 他车子是在地检署的那个门口 他们看到他的车子停在那 因为他车子要进到那车库 所以他民众就跑到他的车旁边 我从头看到尾 我没有看到他有去拍打他的车门跟车窗 也没有去围堵 他门打开了 他车子开进去 他们就散了 这是9月9号发生的事情 那9月9号当天有一位黄妈妈 她在他们说什么李贵芬的住处的对面 那是不是对面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那是 好像是我们六家派出所 对面那一个空地 我这样子看 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影片 我们现在把这个我们的身上 我们先收担好 我们先收担好 我现在盘查人身份请收担件 如果有证件会有权 他会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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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依法行政进到旁边区 我们有权 赶紧将报信的分判还是要带我们去 报信 他如果离开这里可以吗 不要报信 我们请问一下 现在要盘查身份 我看到盘查人身份 可以拿我 盘查身份 谁捕捉盘 就是有 就是有 有告诉人 有告诉人 对 你现在你是暗游人 告诉你 要跟你讲吗 你是暗游人吗 暗游人 你现在在这里 来你手机抽起来的要拍 好不好 他要提告是他的权利好不好 他也可以访问他的权利 他访问他的权利 他访问他的权利也可以 他访问他的权利也可以 不是 不是 我没有说 我没有想给你 鼓励去 我等一下跟你说 我给你最明告之好不好 我逮捕你做 我可以跟你最明告之 你不用担心 政权不公开好不好 政权不公开 不方便好不好 不要向告示告发 我们可以进入政权 就乱怕 我们从现在开始 就开始进入政权 請示訴訟法228條,偵查可以指示檢察官,警察指示告示告發 警察協助檢察官偵查犯罪好不好,就這樣子 拜託,檢察官不是開始好嗎? 你現在是告訴告發,你現在是告示告發,你現在是告發 你現在是告察,就算了,句話了,他會被人作秀,然後整個偵查被連了 你現在是告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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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現在是告發 我這邊,除美分局,就是我代表區會頭打,所以我是外長,我也負責任 今天的問題在哪裡?我們不可以到人家的家裡面去 我只告訴各位,臺灣是民主法,是國家,不可以到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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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 不可以到人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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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以到人家 觀眾朋友,我們大家注意一下,這邊我們在路邊,在路邊有這麼多一個兩個三個 好,以上,我想看完這個影帶之後,有幾件事情我必須要跟我們警察局局長來再提示的 第一,我不曉得我們竹北分局,分局長是誰告知他 有這個拍打車窗跟圍堵,以及到他家裡去 這些事件,我不清楚 但是這是我們竹北分局長,那時候的分局長 直接對著所有那些民眾所講的話 這是第一,他適不適當,他有沒有聽過查證 那第二,談查至公 我想盤查是警察依據這個警察執權刑事法第六條 你可以去盤查,但是他必須要明顯違反的那六項 的行為才能夠去做盤查 可是他們都完全沒有,你這就是明顯侵害到人權的行為 我想警察不應該說基法犯法,而不是穿著警察的制服 我就可以想要盤查誰,我就盤查誰 甚至剛剛你也看到影袋上面 你誰錄影我,我就盤查誰 這是警察該有的權利嗎?人民保姆是這種的態度嗎? 就是這樣,指著人,你看那副嘴臉 我不認識這位警察,但是我覺得他這樣子的行為 我覺得我應該要在議事堂上來公開來把他這種行為 來以為予以譴責,也希望我們局長能夠正視這件事情 那請問,這個黃媽媽在公共場所,也就是在那塊空地裡面 她舉個牌子,她到底犯的是什麼罪? 我不曉得她到底犯什麼,我舉個牌子我叫犯罪 然後你們用裡面的內容,因為有一個叫李貴芬的名字 所以她侵害到人權,侵害到隱私 我不曉得這是怎麼樣子的認定 如果是這樣子的認定,台灣沒有太陽花事件了 台灣沒有那麼多學運的事件了 那舉個牌子寫個名字,然後她就侵犯到這麼多的罪 對,我想這個部分我們也應該要給予離親 也要給予我們這些志工一個清白 我想這個我們該做的我們要把它做起來 那還有,警察在辦案什麼叫偵查不公開? 警察在辦案只是受你辦案 偵查是檢察官去開始受到你的報案 由警察局送到檢察班那裡 檢察官開始啟動那個時候叫偵查的開始 那時候叫不公開 可是你警察自己濫用權利 我再查一下叫偵查 你是什麼東西啊? 你又不是檢察官 身份也要搞清楚 而不是濫用自己的權利 也濫用這種法條 還有處理群眾事件 要安撫群眾 這是最基本的 我們當兵都有學 更何況你們警察 每天都在做教育的 還居然用挑釁的話 我配合你們作秀 我說這些志工還算是善良的啊 如果今天是太陽那一圈 你六家派出所不被砸掉 我隨便你啊 所以我覺得有時候會被這些志工 挑起這種群眾的憤怒 並不是他們想要來挑起 而是你們嚴謹發言的不當 導致他們的這個情緒 所以能夠怪罪他們嗎? 所以很多東西我們慢慢把它理解 分析出來 我們看了 我用這一條一條 來跟我們局長來說明 所以呢 這幾點 是我用影帶裡面看到 我覺得不公不義的事情 所以我必須要在這裡 來向局長你們說明 當然這件事情 完全跟你不是直接的關係 因為你才掉過來 這是在你掉過來之前所發生的 但是你坐了這個位置 我講你就必須要概括承受 對於遠景的素質 遠景的法治的觀念 以及他處理的態度上 我想你應該要在議事堂下 來公開來說明 你要怎麼處置 要怎麼處理這件事情 然後給這些志工一個交代 我想這才是最重要的 那以上請我們局長您來做說明 謝謝 請警察局回答 感謝大會主席張議長 也感謝我們陳毅座的指教 那剛剛的這個影片 我也都仔細的看過了 那對於919 竹北這個事件 他雖然不是發生在我任內 但是因為我現在當局長 所以我必須得全部 概括的來接受 我不能說這個是 這個是誰的 這第一點我要特別說明的 那玉座剛剛提到的四點 我大概概括 大概大約的 我有記錄了一下四個 第一個就是說 到底是誰告訴 蘇北分局長謝景賢 那個是李貴文的家 當事人 那因為這個事件 它是有一個延續性 剛剛影片也播出來了 9月9號 有男主車輛的這樣一個狀況 然後 918 918 這個也在 在同一個地點 幾乎大概差不多 919 我們逮捕的同一個地點 在918 大概也是在那個附近 同一個地點 所以它是整個有延續性的 那謝芬局長 謝芬局長 因為我現在 臨時問這個問題 我也沒有辦法去變化 跟他做查證 但是 我相信 我們這個案 我看到的資料 我看到事後 我們整個調查的資料 它是 這個 我們這個案是有經過檢查地點署 我們來指揮承辦的 那當天 整個這個狀況 我們的處理 我們也跟地點署 我們也都跟他保持一個聯繫 那919 919 舉了那個牌子 我們黃女士舉了那個牌子 他確實有提到李貴芬的名字 但是他寫了一個問號 到底是不是不曉得 但是他牌子到底確實是有這樣寫 那前面919那一個 這個車上男主的問題 你們看我看的非常仔細 大概有一分鐘 然後從那個車子 停到那個幾樓 要進那個地下停車場的時候 從一個人到七個人 那我從影片看 我沒有看到拍打車輛 但是我事後 我在看這個資料的時候 我有看到法務部行政執行署 在9月21號 他們發了一個新聞稿 說這個已經 逾越了言論自由的範圍 到人家家裡去 已經逾越了這個年論自由 那裡面 我沒有我剛剛那個圍了七個人 我是沒有看到拍打車輛 但是法務部行政署的這個新聞稿 他是有提到的 所以我剛剛一開始 我從回答第一個問題 就是說從何 我在看的話 因為我事後在看 我是整個問題我在看 從9月9號 然後9月918到919 我們當年的逮捕 然後包括我事後看到的 這些相關的這個調查的一些資料 顯示等等的 所以我那一天 才會引用法務部行政執行者的 執行署的執行導 我說有拍打車輛 但是我剛剛看那個影片 那個影片我不是第一次看 我已經看好幾次 我沒有看到 因為那個圍住 六七個人圍在那個車子 那個乘客的右邊 我沒有看到 這邊我要特別做說明的 第二個就是說 我們同仁到底是不是 有沒有依照那個警之法第六條 我們來做盤查 那就我們那個女警的部分 她講話很大聲 因為那個是一個道路 一個觀光場所 那我們那個女警 她如果說不講話大聲 可能她沒有辦法把她 要做的 要講要做的 告訴到對方 她可能會 在做整個那個執行群務的動作上 就沒有辦法達到告知 我們警之法 她還特別講說 我們為什麼要盤查 你要告訴 第三條就講了 你要告訴她 那到底 我們同仁是不是符合警司法 我們會由督察科來調查來認定 這一點我是可以答應的 那就裡面就是說 黃女士到底犯什麼罪 黃女士犯什麼罪 這個犯什麼罪 當然我們也可以由警方 依照刑訴訴訟法第231條 不是228 228是規範說 這個檢察官可以指揮警察官等等 但是她真正的 警察在 在 在偵查犯罪 要查犯罪 他是刑訴訟法231 231他規定什麼 你看到有犯罪 你就要馬上查 這是刑訴訟法 付以警察的一個 初步的一個偵查的責任 那當然偵查主體是檢察官 但是如果說 你刑訴訟法法 法律不付以警察說 哪有犯罪 你就可以主動偵查 那完蛋了 我們所有的犯罪 你都必須要告訴 報告檢察官 我們才能查 那所有的犯罪都不能查了 因為 跑掉了 你怎麼查 所以 我回過頭來講 我回過頭來講 黃女士到底犯什麼罪 他不是 就這個個案來講 他不是警察決定的 他是誰決定的 提告人 提告的人 提告的人 提告的人說 對方犯什麼罪 第一個 公安五路 第二個危害公安 第三個 這個 第三個 危害個字等等 他是這樣提告啊 他這樣提告警察 沒有不把他寫進筆錄的權利 為什麼 我們就膩 隱密行案 那他告 你就要寫嗎 我們當然要寫啊 那如果他誤告呢 他誤告他要 這個女士 這個提告的人 他要去負責 誤告的行者 對不對 對方你亂告我 你誤告我 我沒有這樣的犯罪 你誤告我 我來提告啊 也可以啊 不是不可以啊 所以既然他敢告 我們筆錄 我們不能不寫 那我們也把這樣一個狀況 跟警察官報告 說我們現在說了一個狀況 那你還在現場 他是不是先刑犯 警察官說這個逮捕 我們就逮捕了 這個是第二個 我要特別做說明的 第三個 偵查不公開的問題 就是說在 法務部他有定了一個 反對偵查不公開的 一個作業的規定 那我們在這個個案裡面 我們一定要做到這個規定來 因為他這個規定 不是只有警察要遵守 警察官等等 只要是司法警察官的 包括海巡署 建兵 大家都要遵守 那我們到底符不符合這個 就是說我們這個個案 然後竹北溫舉 發佈了這樣的新聞 新聞稿 到底有沒有違反到 法務部 偵查不公開的作業規定 以及警政署 他有一個 新聞作業的 發佈的一個規定 我們 是不是有違反那個規定 我可以承諾 我們如果有違反這兩個規定 有違反 我就下架 我要懲處 但是如果沒有違反 我也放在那裡 因為 行政它有一定 有延續性 對不對 我 沒有錯 我把它下架了 反而有問題 但是我這邊提一個我個人的意見 就是說 我們新聞稿的 這個書寫的方式 我個人認為 應該是要遇到事實 遇到法律 遇到很客觀的資料 來寫就可以了 不要去加那些 情緒性的 說怎麼樣怎麼樣 我個人來講 我是不贊同的 但是因為那個新聞稿 在9月20號 我們就已經放在那裡了 我剛剛承諾 依照這兩個規定來審查 如果他有違反這個規定 我不但要下架 而且要懲處 但是如果沒有違反這兩個規定 我還是會放在那裡 因為行政有一個延續性 那最後大概就是 我是不是要懲處 我們這些919 當天執勤的這些延警的問題 那因為這個個案 這個個案 他已經進入司法程序 那我們逮捕的過程 他們也提抗告 說我們違法逮捕 怎麼樣 那但是因為新竹地方法院 在10月13號 他已經有做了一個刑事裁定 他初步認為說 我們整個逮捕程序是沒有問題的 初步他是這樣認定 那當然那個這個抗告 還可以再抗告 我們也都尊重 尊重我們 這個法西法聯盟的這些民眾 你要不要抗告 我尊重他們 這是第一個我要做說明的 第二個就是說 因為這個個案 包括我們逮捕黃女士 或者是說我們警察被 他們來提到 都有了 他都已經在 已經送到地鐵樹那邊 那也就是說進入司法程序 那就這樣一個個案 因為剛剛刑事裁定初步認為他沒有 我們沒有違法 那這個個案又已經進入司法程序了 那我在這邊我也可以承諾 只要檢察官 起訴了我們同仁 或者是未來法院判決 起訴了以後判決到地院 只要起訴了 我就嚴懲我們的同仁 尤其是暗部 因為暗部 他在現場指揮領導來處理這個事情 我一定會嚴格的來追究當時這些主要在現場指揮的幹部 但是如果檢察官他做出的是不提訴 或者是結案 我不能去懲罰我們的同仁 因為他們沒有錯 沒有錯我不能懲罰 我在這邊我是可以承諾的 那最後我承諾就是說 對於我們處理聚眾活動的所有的這些個案 我一定會拿來做教育 我們希望未來我們在整個執警的這個 言語態度 我們都能夠精進以上 局長那我再問你 你想想看如果我今天報案 你警察只是他講什麼你就做什麼 然後你們就去處理了嗎 不用去看事實的真偽 例如他說他人生受到 受到這個迫害的時候就像開打車窗 一定要提供引帶嘛 那引帶你承辦人員不會看嗎 只因為他是執行官 所以不用看 只因為他是地檢署那邊的 相關單位的人他們報案 就有差異的來處理這件事嗎 我想不應該有差異吧 你任何人的報案都必須要有證明 那引帶上面也都沒有 我們嚴謹犯的最大的事實就是 執行官講了就算 我就照他的案子去辦 有錯是執行官的錯跟我嚴謹沒有關係 可以用這樣子模糊來掩飾自己不對嗎 我覺得這是不應該的 你警察沒有分辨是非能力辦什麼案子 這就不應該嘛 你沒有先看一下他到底有沒有像他所講的事實 我能不能用現行犯抓 這很嚴重的罪耶 可以說抓就抓嗎 我覺得這樣子的確實是一連串的 包括到警察的態度 包括在處理群眾事件 還挑起說他們做秀 這樣子的言語 我想這整整的已經顯示說 我們警察的素質真的要徹底的來訓練 加強訓練 而不是用這樣子 剛剛你講這樣子一條一條 當然你一條一條解釋沒有錯 進入施法 那就讓他進入施法 誰有錯誰沒有錯我想會還一個公道 有錯我們存處這本來就應該 也相信局長你有這種的擔當 但是我是說像現階段 這樣子的警察的態度跟警察的行為 跟警察的盤查對法都不懂 那如何再繼續在我們新竹縣 來讓百姓有安全感 身為人民保護大家對警察的形象都不錯 可是看到這些影帶大家都傻眼 很多人看到怎麼會用這種態度 怎麼會是這樣子 這都有他的過程嘛 所以今天反稅改人會在我們憲議會 一直在提出來這樣子的 要還給這個志工 媽媽的一個道歉 要還給他們一個真相 他們訴求不是沒有道理 但是我想我們該做出來的 就是要給他們說明 讓他們知道 那剛剛局長你也有講 該懲處你就會懲處 我講你說到做到 我也相信你有這樣子的尬死 那至於以後警察再辦案 跟自己的法律觀點也希望能夠加強 在處理才不會讓人家 讓這些志工 讓這些百姓有所誤會嘛 我想這才是最重要 也是今天本席要跟你 來質詢的最重要的重點在這裡 那也希望局長您加油 那希望這件事情能夠就此落幕 也希望這個事情以後不要再發生 不要再造成我們百姓的這種的恐慌 好不好 好感謝一座 我們會遵照這個一座您的指示 我們會來加強教育 好謝謝